工作人员紧急抢修掉落天花板 索性正是在未还委员会开会前 没有砸伤人 但立法院惨状可不止这 立院著名餐厅康圆也挡不住墙镇 外墙碎石掉落满地 诸位警也赶紧拉起封锁县市井 就连院长办公室外也难逃地震攻击 梁珠不堪负荷 大块水霓虹砖瞬间掉落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 院长韩国瑜心里挂念的 还有中心大楼被称为大怒旋的电梯 青岛驿馆这边的电梯 还在厅值使用中 那也有一些建筑物 有一些剥落的情况 受损的情况 我们在全盘掌握 也会赶快联络土木祭司 然后来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整袖 接待文外宾韩院长赶紧会同土木工程师 巡视立院各个角落 不过大地震让搭乘高铁北上的立委们 全都大指动 非常剧烈的摇晃之后高铁就停止了 那直到现在都还在断电当中 摇晃得很厉害 大家吓了一大跳 接下来呢就高铁停下来 我们约停了半个钟头之后 电力也中断 我们听到车上有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会议先停止 我的时间要研制 经济委员会招委杨琼英索性宣布散会 另外财政委员会也紧急暂停开会 不过开会还算是小 很多立委质疑为什么地震第一时间 国家警报却想都没有想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地震 我的手机警报 包括我周边很多乡亲的手机警报都没有想 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警报机制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气象署也赶紧解释 已经在早上7点58分就发布国家级警报 尽管10级阵度已经达到4级以上 但由于台北市新北市等地区 预估阵度未达4级才没有通知 未来将会持续检讨给进 居如其来的大地震 也让立法院一早就不得安宁 新新闻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